這排貨公司 整排充電車殼 已經早早停滿 一格難求的情況下 還遭到油車上位 原來有車主日前看到 油車占用的充電車位 因此被擺放的四根立牌提醒 由於畫面 就好像插上了四柱箱 也讓目擊車主 又氣又好笑 原來北高雄這間百貨公司的 地下停車場 除了充電車格 還有罕見的超級快充 為了防止油車霧停 除了掛上充電車專用車位 還擺放立牌提醒 但沒想到人遭油車占用 賣場強調發現油車占用 都會貼單提醒 並立刻廣播通知車主移車 當天管理員發現時 就已經在車上 已經看到車子被擺放了四根立牌 那實際上當天可能剛好現場 真的是顧客他誤停了 這一個停車格 賣場款頰是誤會一場 目前也無法可罰 但為了避免類似情況越來越多 立法院去年11月中旬 就已經通過停車場法 不管公司立停車場 只要佔用充電車位 就可開罰600到1200 雖然還沒正式公告實施 但台南市府已經決定5月份 要開始宣導 7月份要率先全國實施 西北的南影綠路線地下停車場 跟西南的海南路地下停車場 總計有18個充電專用格 為先行做示範的這個管理 雖然暫時只有兩個示範點 但全面實施已經是未來趨勢 民眾只能提早適應習慣 避免跟自己的荷包過不去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